谢谢齐坤弟兄的分享 我们常常说 我们有感动的话就要行动 有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感动 然后之后就慢慢淡忘了 但因为我们常常能够 神感动我们做一件事情 参与一项行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立即的回应 是行动 也是顺服的一个行动 大家知道就是今年五一期间呢 我在国内探亲 回去有三周的时间 但其中发生了两件事情呢 令很多人震惊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 其中一件事情发生在 5月1号的凌晨 就是广东的梅大高苏的 这个坍塌的事故 最后我看新闻说 共导致23辆车陷落 然后有48人死亡 有30多人受伤 所以在五一节 与家庭团聚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在凌晨 非常急迫地 要和家人团聚 连夜开车 没想到那个暴雨 然后山体滑坡 导致那个下面的低机陷落 很多车就在黑眼当中 然后掉下去了 一车的人有的都是一生命 给很无数的家庭呢 无数家庭带来无尽的悲痛 那另一个事故呢 离我很近 其实在我住的一墙之隔 就是5月2号的深夜 其实竟然两天发生的事情 当时我住在我哥哥的他的房子里 他在河南大学教书 那半夜我就被惊醒 我哥哥起来 然后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河南大学的礼堂呢 是在1920年建立的吧 然后将近百年的建筑 它是在 很多人在那里毕业 在那里合影 我在那里也留过影 然后 这个礼堂在修缮过程当中 然后 因为不慎 然后起了火 所以这栋百年建筑 被誉为呢 河南大学的灵魂 它有很多类似的建筑 但这个建筑非常的宏伟 非常的中西河壁 但是瞬间呢 被火海吞噬 当天晚上 我相信河南大学的校友 包括我哥哥本身 很多人就在那里 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 一栋建筑不修还好 一修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当我接览两次 听到和看到 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特别在这些灾难面前 我们不仅仅就要问一个问题 那我们是否对生命和环境 周遭的环境 真的足够地警醒 那我们是不是在 忙碌的生活当中 和世俗的诱惑当中 我们慢慢地丧失了对生活 对神的敏锐感 就像这些突起来的事故一样 好像是突然发生的 其实也是慢慢形成的 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会因为 迷失方向陷入困境 到了一个程度 不知道怎么来选择 感到无助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不仅仅是在生活的困境当中 我们迷失 有时候我们属灵的生活 道路也会迷失方向 特别是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 挑战 我们想一想 我们对神的呼召和心意 是不是有敏感的心呢 是不是在我们每个决定当中 都能够谨慎地敬畏地回应神 或者变得麻木 迷糊 失去了熟灵的警醒 因为今天的题目是真警醒 那新约的学者 一个叫赖特的学者 他曾经说过 他说基督徒的生活 是对神的旨意和爱意的回应 神的旨意和爱意的回应 那生活中的每个行动和决定 都需要谨慎和敬畏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 谨慎和敬畏 我相信也是圣经当的警醒 所以今天呢 我想用以福所书第五章这段经文 来看一看我们每个人 如何常常保持警醒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章 15到21节好吗 你们要谨慎行事 我们感谢神的话 我们知道上周刘慎文弟兄 他提到15到17节 我在想当我们在讲道当中 如果两次啊 连续两周都提到 类似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警醒了 我们要知道 神不会无缘无故地 安排两次的讲道 都提到类似的经文 所以这段经文的内容和前面呢 有关圣洁生活的教导 是直接相关的 在以福所书第五章的前面的 第十四节经文里面 特别是他这样提到 他说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所以当十四节结束之后呢 自然就带出了 刚刚读的经文 15到17节的教导 有关紧醒生活的教训和期待 所以这里讲到 你的睡着的人 我们知道睡着的人 一定不是醒的 一定不是警醒的 也不是醒的的 所以保罗 在第十五节明确指出 你们要谨慎行事 第十六节说 要爱惜光阴 所以这个谨慎行事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是说 我们基督徒要留心 如何生活 很简单 watchful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就在这个世界和世上 世人的聚光灯之下 我们以为我们是独立的生活 其实每天在和别人接触当中 我们的生活在 他人的注视之下的 很多人可能不会直接 像我们一样 去读圣经 参加教会的聚会 或者主族学 但是他们每天都接触 可能都观察 基督徒这些读经 我们这些常常读经 常常敬拜 和常常学习的人 所以这句话 你们要谨慎行事 提醒我们什么呢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仅要留心 自己内在生活 那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还要刻意意识到 我们每个人无形当中 传递的信息 给身边的人传递的信息 所以我们的生活和行为 实际上就在传递 一种无声的信息 不是说我们开口传福音 才传递信息 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的 就应该是福音的信息 因为它影响着 人们对基督信仰的理解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要积极主动地 活出基督徒的身份 同时也要警惕 我们行为为他人带来的影响 所以保罗呼吁我们 要谨慎行事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充满诱惑 与试探的这个时代 所以说他说 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所以今天讲的真警醒 什么是真的警醒 有时候生活中很多的信息 能触发我们的感想 让我们觉得一下 有些新闻特别是 让我们觉得很alert 警惕 但是在圣经里面 怎么提醒我们 做一个真的警醒的生活呢 我想这几段经文 15到17节 至少给我们一个提醒 做一个真警醒的门徒 我们应该把握时机 做这个时代的先知 怎么解释呢 我们来看 所以这15到17节里面 保罗使用三足对比 包括后面的 表明什么是 警醒的基督徒生活 他用愚昧人和智慧人 做一足对比 后面讲到糊涂人 当然还有明白人 对吧 糊涂对应的明白 到后面的经文里面 就提到 被酒精掌控的人 和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用这三足对比 来描述 什么是警醒的生活 在圣经的语境之下 愚昧人和糊涂人 不是讲到这个 智力的无知 而是指那些 道德上和属灵上 无知的人 所以旧约中的智慧文学 尤其是真言 也常常以智慧与愚昧 做对比 智慧与愚昧 真言第九章第十节 我们都比较熟悉地说 经文一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因为智慧 不仅仅是头脑上的聪明 也是一个 属灵的洞察力 这个洞察力就是 对神的旨意 和祂的作为 有敏锐觉察的能力 在后面的十六节 就是说 你们要爱惜光阴 所以这种能力需要花时间 专注 检查和分辨 需要花时间 在十六节说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那爱惜光阴 原因是什么 大家如果 你读圣经 你可以看到 写解经的书说 爱惜光阴 就是赎回时间 因为我们的时间 往往就浪费掉了 你要redeem 把它赎回来 表明时间是宝贵的一个资源 我们生活在每一天 都在这个堕落的世代当中 进行的 而这个世代 充满了试探和诱惑 很多的时间 我们都浪费在 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而保罗就告诉我们 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将时间 用于有永恒价值的事工商 所以这是一个爱苦 要爱惜光阴的意思 我们知道现在 我们每个人 基本上都有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的设计 是为我们方便 快捷 了解信息 处理什么及时 其实你现在看起来 它越智能 越让我们陷入 这个时间的浪费当中 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知道 很多人愿意为了 短暂的利益 不惜一切 费勤忘实的工作和拼搏 但我们却 忽略了 为了永恒的价值 付出代价 所以爱惜光阴 就是意味着 我们要抓住 每一个机会 将时间 用于福音和神的事工商 就像保罗强调的 虽然 时间 其实赎回 时间无法倒流的 但人可以 因福音可以悔改 生命 可以因着福音去更新的 在十七节里面说 你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这要求我们 不仅要分辨是非 还要理解神 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 以及在这个世代当中的计划 其实这与旧约中的先知 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知道先知不是算命先胜 先知不是说 我预测你多年之后的事情 预测你下一步要走什么路 先知最主要的功能 就对神的心意 在当时的世代当中 有敏锐的理解 并忠实地传达给当时代的人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今天是否也在努力 寻求并明白神的心意呢 明白神的旨意 不仅知道该做什么 我做什么 该找什么工作 我该找什么对象 选什么专业 做什么服事 还包括如何在特定的世代当中 相应神的护照 因为这里讲 现今的世代邪恶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所以一方面 在提醒我们 要谨慎言行 不被这个世代的洪流 像泥石流一样 裹着泥沙一起被冲下去了 不要随流失去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以先知的角色和责任 去解读和理解我们这个世代 理解这个世代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 我们是否了解 这个世代的特征呢 还有危机 还有未来的趋势呢 是稀里糊涂 还是谨慎 谨醒呢 我们知道在教会之外 很多商人 很多公司的这些做决策的人 他们一直在分析 这个世代发展的趋势 是为了使他们的生意 更加红火 不被这个世代淘汰 那如果为了短暂的事业 或者是经济的利益 人们可以花空心思 花费一切的自力 资源 去寻求 去看这个世代 到底需要什么 我来怎么应对的话 那么如果基督徒的话 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是天国的公民 我们 也是在永恒的事业当中 其实福音就是永恒的事业 与神的国度直接相关 那么更值得我们 看到这个价值 去看到我们现在的需要 趋势 危机在哪里 以致我们可以体察神的心意 做出相应的应对的策略 我最近我也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在网上查 我说我自己 在会议地中准备要做时代先知 我自己是不是呢 当然祷告去寻求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趋势 我们只要花心思去看的话 也明白 所以当时我就说了很多 当今世代的十大特征是什么 然后列举了十大特征 然后 我说北美的时代特征是什么 最后我就讲了 好 北美教会的特征和危机是什么 哇 他都给我显示出来 然后讲北美华人教会的特征和危机 以及趋势什么 五大特征都有啊 他就列出来了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大家自己可以做 现在不要拿手机来看 这当然作为辅助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在这个时代 其实很有紧迫感 如果没有的话 是因为我们不够警醒 最近我原来在加拿大教会 幕会的一个姊妹 她写了一些文章 是讲到她今年夏天 回去回国 在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探亲的一个经历 这个姊妹是学文学专业的 她有神护照她用文字来服事 她的文彩 文笔非常好 但是她的文笔里面 会把圣经的道理 神的心意放在她的观察 这样文当中 其中一篇文章 就讲到她在贵州生活的经历 从小 然后她拍了一些照片 和文字配合在一起 我读了之后 我说不出来的感受 我觉得因为她拍的照片 她的小学 她住的地方 那些地方已经破败不堪了 然后爬满了这些植物 长满了树 那些藤都爬满了墙 那些教室的墙上 还写着当时存在的标语 课桌可能断了腿的 还在那里 然后这个姊妹就写了很多 非常让人深刻思考的一些东西 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 仿佛那些孩子 还在校园里面奔跑 还在玩闹 但是已经误试 其实误也不是了 人也不是了 读了之后我就 很大的一个感动 我觉得时间真是很快 这周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谢谢 你写的这些文章 让我看到 这个时光其实很快很快 很有紧迫感 所以我们要讲到把握时机 不单是一个口号 而是每天都应该让我们警醒 理解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周遭发生的这些信息 有很多 我们阅读了很多 了解很多 看过很多视频 也看过很多新闻 很多消息 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有时候 我们觉得这些信息 直接都是真的 我们就传递 这时候我们就想到 旧业当中有真先知 有假先知 那么神让我们做 真的先知 这时代的先知 我们是不是也在 无形当中在这个 受这世代的信息影响 做这个假先知的工具 传递不好的信息 浪费这个时机呢 所以圣经这段话 要爱惜光阴 不单单是时间的问题 它其实是让我们知道 这个时机是抓住每一个机会 把我们的时间 经历用于福音和神的 国度的事工上 使人因着福音可以悔改 生命可以更新 所以如果说 真正警醒的生命 要求我们 把握现今的时机 做这个时代的先知 能够敏锐 敏感于上帝的心意 那么以下这段经文 宣告了 怎么做的警醒 这个关键 关键是什么 我相信没有这一样 我们的努力 就像诗篇所说 我们的努力 是枉然劳力和突然警醒 第十八节说 不要醉酒 酒能神放荡 那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保罗将 醉酒和被圣灵充满 做对比 醉酒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被酒精来控制 对不对 被圣灵充满 就被圣灵掌管 很明显的这个特质 所以他这里说 醉酒是使人失去控制 陷入放荡的生活 没有节制的生活 其实隐身来看 也正是一个 被这个世界 所支配的一个状态 旧约中的智慧文学 就像箴言二十三篇一样 有一段经文 它强调了 醉酒带来的破坏性 它literally就说 就是受酒精控制 这里描述啊 我们一一来读了 你可以看到 谁有祸患 谁有忧伤 忧愁 谁有争斗 谁有叹息 谁无够受伤 谁眼目红刺 就是那流连饮酒 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 哇 很形象啊 常常被酒精影响和控制的人 是那些常常情绪不稳定的人 是吧 三十三节说 你眼闭看见一怪的事 你心闭发出乖谬的话 我们华人常在酒文化当中 我所在的河南省 常常是消耗大量的酒 我自己小时候 不是小时候啊 我青少年的时候也喝过酒 我曾经一位和别人打赌 到别人家里去玩 放了一个红高粱的酒 我说我可以喝完 你可以免费给我吗 他说可以啊 我一下喝完了 结果睡了三天 那大学的时候 也是年少气盛 和老乡聚会 总不了喝酒 然后不知不觉中 和身边的一个同学就杠上了 我们就一五一十地这样猜拳 最后 我喝了是没事的 最后住院住了两天 从此我都不再喝酒了 因为胃都喝伤了 喝醉酒的 很少有的经历当中 他想你必想躺在海中 或像卧在 桂桿上 桂桿上 我那种 我不知道大家喝醉酒窝的人 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吧 海中就飘荡 你觉得这不是陆地了 然后桂桿上就是说 好像踩在云彩当中了 三十五节说 你必说人打我却未受伤 人边打我竟不觉得 我及时清醒 我仍去清酒 哇 这是一个被酒精控制的 一个生命状态 其实 人家答你不受伤 什么意思呢 我麻木了 对不对 在这个麻木的生活 不清醒的生活 成你酒精控制的生活 生命的状态 如果说酒精的 就像迷醉 象征着我们 被世俗欲望的捆绑 而这样的生活 无法带来真正的生命成长和突破 有一位牧师 也是医生 曾经 他是中马田 他曾经以医生和牧师的身份 解读这段经文 他说 酒或者酒精 严格来说 在药剂学上来说 并不是兴奋剂 不是刺激品 而是镇静剂 抑制你的情感的 他首先抑制的是脑部最崇高的中心 抑制了一切 叫人能自治 有智慧 有留解能力 有分辨能力 判断 平衡 良度的功能 而圣灵所做的 则是刚好相反 他使人兴奋 唤醒所有的功能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智力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意志等等 所以与醉酒相比 相对应 使得保罗教导我们 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知道 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是属于神的 属灵的生命 但属灵的生命 离不开圣灵 对不对 属灵的生命离不开圣灵 如果离开的话 还是属血气的生命 所以今天如果没有警醒的话 这里提到一个关键是什么呢 那要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离命 属灵生命需要离命的塑造 离命塑造需要圣灵 那什么叫圣灵充满呢 在这里多做一些解释 这里的被圣灵充满 希腊文是play role 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being kept filled 所以中文简直不出来 就是现在分词 现在进行时 是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充满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当我们时时刻刻都顺服圣灵的引导 就经常被保持被圣灵充满 那具体来说呢 圣灵充满其实还有三层的含义 这个词本身 这三层含义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压力 当然不是说重担的压力 这个压力是指形容被 你见过帆船对不对 我们见过帆船 它有一个帆 当风来临的时候 那个风吹满了那个帆 股满了 胀满了 然后提供船只在水上运行的动力 所以在属灵层面上 也就是说圣灵充满一种 提供信徒走在顺服道路上的动力 被圣灵充满就是 任由圣灵的温柔宽厚的力量 背负我们前行 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第二层意思叫弥漫的意思 弥漫 这个神弥漫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像一个药丸 或者是一个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喝的 那个维生素C或者什么 泡藤片 我们中文翻译 放在一杯清水里 放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不久就会发泡溶解 充满整个杯子 并弥漫独特的味道 这就是充满的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神的希望圣灵 能够弥漫感染我们的生命 散发出基督的心香之气 这是第二层意思 第三个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支配和完全掌管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有时候被极端的情绪支配 有时候我们不让大怒 或者满心忧愁 神命令我们要听从圣灵完全的驾驭 让我们的情感 思想和行动 都在他的指引之下 都在他的指引之下 所以这是圣灵充满的意思 所以真正的警醒 第二点提醒我们 我们的属灵生命 灵命塑造 离不开圣灵 更离不开 时常顺服圣灵的引导 被圣灵充满 那被圣灵充满 其实在不同的教会传统里面 甚至走向极端的 有些误解 第一个误解就是说 圣灵就是一股力量而已 但我们知道三一神 包括圣灵 他是有位格的神 所以被圣灵充满的误解是什么呢 其中有两点我就提出来 第一个 圣灵充满 不是要基督徒倒空一切 以便取得本来所无的东西 因为我们每个人 从悔改信主的那一刻 开始就得到完整的圣灵 当我们接受主的 信主的那一刻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不是一部分圣灵 而是完整的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的人可能提出 你信主之后 你还要倒空一切 当然谦卑许己倒空 这是应该的 但就圣灵充满来说 应该说圣灵 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需要在圣灵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圣灵应许我们说 他永远我们同在 第二点 圣灵充满 不等同于圣灵的喜 我们在《十字经》里面 讲的圣灵的喜 因为圣灵的喜 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 额外的经历 几端灵兵教会 你们会提到这一点 觉得我们还要经过 第二次的喜 其实是对圣经的误解 因为圣灵的喜 是我们得救那一刻 就拥有的 圣灵的喜是神学上的现实 耶稣基督借着他 透过圣灵的运作 把我们安置在 耶稣基督的身体里 就是教会里面 耶稣基督住在我们 借着圣灵住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是在哥伦多前书 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澄清 那圣灵充满是什么呢 再多做一点解释 我这里有三点 第一个 圣灵充满是 圣灵激发的生命动力 因为我们本来 在最终已经死了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被他更新 生命被他更新 重新又活过来 这是以福所书告诉我们的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提到 讲到 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用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血的江河来 这个江河 是受圣灵说的 这是生命的动力 从你到外的 满意的生命 好 第二个圣灵充满是什么呢 是圣灵内化的生活的模式 我们知道 就业的经文当中 常常有突然间某个人 圣灵充满 然后大有能力 这个也是一种 这种是不常见的 这种是神为了特定的目的 拯救的 救赎的计划 把力量加给某个人 新约当中圣灵充满 往往是一种生活的模式 你可以看到 《十字行传》第六章说 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月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 当时教会的一些缺乏的事情 当时有尸体反 被圣灵充满 大有能力 这是一种生活的见证 然后圣灵充满还是什么呢 就随从 常常生活随从 不随从肉体 随从圣灵 顺服圣灵 第三种圣灵充满是什么呢 是圣灵掌管的顺服生命 这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 加勒太书 有一长段的经文讲到圣灵 他说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动肉体的情欲 等等等等 然后 若是你们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 受圣灵来掌管 美国学者 曾经 Joseph Campbell 曾经说过 他说 据说我们都在追求人生的意义 但我认为 那并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 我觉得我们是在追求一种 充满生命 真正活着的体验 让生理层面的体验 与内心深处的生命本质 产生共鸣 这段话揭示了什么 我们内心对真实生命体验的渴望 这个渴望 正是以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的命令相呼应的 因为灵命的成长的核心 正是体验那种什么 圣灵被充满生命 真正活着的狂喜 这种体验不单是单纯的自我陶醉 而是能够在与他人的交往当中 回应彼此的现实与需要 然后形成共鸣 与共享的生活状态 所以经营的基督徒生活 本质上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当我们让圣灵长给我们的生命 以靠他的引导和装备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的专注 更得力 所以灵命充满 圣灵充满也是属灵生命的塑造 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一个结果 那么被圣灵充满的实际果效是什么样的呢 最后这段经文 给我们看到一点线索 就是19到21节 他这里说 当用诗章颂词 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这里讲到四个方面 就被圣灵充满的 警醒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用四句话来 来总结这段经文 第一点 这是关于敬前的商链 其实他是讲 警醒的生活 也是过一个敬拜的生活 这个敬拜生活 就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十九节上半部分 他要用诗章颂词 灵歌彼此对说 就让我们用各样的方式 要有创意 用悟性 来互相勉励 来互相勉励 这是与人与人之间的水平的关系 这样的护免 并非表面化的言语 而是通过鼠灵的洞见 深刻而热切地表达 对彼此的关怀和关心 很多时候 我们之间的关系 只是停留在日常的问候和关怀 而不能深入到生命的深层需要 和提醒勉励 所以敬请的生活 应当是彼此提醒了肢体的生活 用各样的方式能够建造人 第二点 要口套和心合的赞美主 对上的 对神的 是一个对神敬拜的生活 从内心到外的 发出最真挚的心取 是垂直的关系 所以这种敬拜不仅是外在的表现 而是发自内心深处对神的爱和敬畏 通过音乐和歌声 表达对神的热情和敬虔 不但是集体崇拜 个人崇拜也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透过独自歌唱 祷告和默想神的话语 寻找与神更深的连结 记得我在上基督教辅导课的 老师有一句话很精辟 他说 被圣灵充满 是让我们在神和人面前 展现释放的生命状态 而不是放肆的生活的姿态 对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唱歌 就是我们心情放松 释放的时候 对不对 当然悲伤的时候 也在释放情感的时候 所以但愿我们在 敬拜的生活当中 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 可以学习 能够 常常有这样释放的生活状态 那第三点 凡事要奉耶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意思告诉我们 用神的眼光 看我们的人生机遇 学会感恩 这也是一个警醒的生活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都应当用神的眼光 看在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 从中学会感恩 感恩不仅是在顺情当中 也是在逆境当中 看到神的恩典和带领 持守信心 最后 神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告诉我们 精醒的生活 也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因为尊重神 敬畏神 而对他人顺服 有时候很多人说 我敬畏神 但身边的人我们觉得无所谓 其实这是 谬解了神的话语 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 神把我们身边的人 把人放在我们身边 也让我们学会 如何在生活当中 学会操练敬畏神 所以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 必然显出 基督的温柔和谦卑 所以以上这些 都是敬虔生活的操练 也是圣灵充满 生命的一个果效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 真的警醒 我用三个词来表达 一个information 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信息 提供我们 但是如何我们能够分辨是非 知道神的心意 做时代的先知呢 神呼吁我们 真的警醒 在这个过程当中 被圣灵充满 是一个重要的 属灵操练过程 一个属灵粗造过程 要学会圣灵的引导 顺服圣灵的引导 以致我们的生活 可以是一个敬拜的生活 生命被转化的生活 被它塑造和改变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今天借着这段话语 提醒我们 我们靠圣灵得生 而不靠血气去行事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时代里面 常常警醒 当我们遭遇一切的事情 不同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让我们把我们的遭遇 境遇 能够联系到上帝的身上 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美意 让我们做时代先知 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 让我们的生命 常常操练 敬拜的生活 不论是对自己 对他人 还是对神 常常有感恩 顺服 喜乐和释放的生活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